大師佛光山 大師佛光山 今年跟香港中文大學簽訂人間佛教研究第三期 我們大師和中文大學今年簽了人間佛教研究中心 今年是第三期 香港中文大學的校長也特地到佛光山簽訂這個五年的合作儀式 邁入第15年 而香港中文大學的校長也都特意去到佛光山簽這個新的五年的合約 所以是邁入第15年 大師在簽訂的儀式講了一個典故 大師在簽約儀式上講了一個典故 在清末名初北京大學有一個叫梁宿明的教授 在清末文初北京大學有一個教授叫梁宿明 他五個同學一起去考北京大學 只有他沒有考上 五個同學去考北京大學 只有他一個考不到 不過他努力研究 這個學問 後來雖然沒有考上北大 那麼北大的校長特地請他去當教授 但是因為他後來一直很努力去研究學問 所以雖然他沒有考到 但是又是北大的校長 親自請他去做教授 那麼那時候他一起考的同學 是大學四年級當他的學生 而當初跟他一起考考到的同學 就大學四年級做他的學生 那麼那時候他非常有名氣 學問非常好 所以跟太虛大師一起主持一個佛教的研討會 因為他當時學問好好非常有名氣 就曾經跟太虛大師一起主持一個佛教的研討會 他講的主題就是此時此地此人 而他講的主題就是此時此地此人 那麼梁教授就說啊 哎呀你們佛教呢 這個時間呢 此時就說 這個過去無量無邊的這個時間太久遠了 未來無量無邊的時間也太久了 那麼他就說此時呢 其實就是佛教講的 過去的時間無量無邊太久了 未來的也都一樣是無限無邊 也都是太久了 那麼此地他說 哇你們佛教呢 這個東方淨土啦 西方淨土啦 十方無邊無量無邊的淨土 太大了 那麼而講話此地呢 因為佛教講東方的淨土啊 西方的淨土啊 十方無邊的淨土啊 實在太大了 那麼說佛教講這個眾生啊 人的眾生啊 鬼道啦 惡鬼啦 畜生 眾生啊無量無邊 而講到此人呢 因為佛教所講的是 人的眾生啊 鬼道的眾生啊 惡鬼道啊 種種也都是無量無邊的 這個梁教授又說 這個我們現在的這個 當下的問題都沒有解決了 你要管他過去未來的事情嗎 而這個梁教授還提出了 其實我們當下的問題都未能夠解決的話 還怎樣去管這些過去未來的事情呢 那麼太虛大師呢 提倡人生佛教 要解決我們現在 當下的問題 而太虛大師所提倡的就是人生佛教 就是要解決我們當下的問題 所以呢 這個我們的大師 星雲大師也說 其實呢 人間佛教呢 就是要面對我們當代的問題做解決 所以我們師父也都解釋過 人間佛教其實就是面對我們當代的問題 要加以解決 那麼要將這個佛教呢 本土化 當地化 符合當地的民情風俗 所以要將佛教是本土化 當地化 要能夠符合當地的民情風俗 那麼歐行經也說呢 諸佛菩薩 皆在人間成佛 不在天上成佛 而歐行經也都提到 諸佛菩薩都是在人間成佛 而不會是在天上成佛的 所以呢 大師的人間佛教呢 是要以人為主的 所以大師的人間佛教 以人為主 所以呢 這個就是 大師的人間佛教理念 那麼要從各個方向 那麼有青年的啦 這個老人的啦 種種的模式 那麼將人間佛教呢 推展出去 所以我們大師人間佛教 就是以人為本 有種種不同的模式 是適合青年的啦 老年的啦 種種的模式來推廣出去 所以其實佛光山 佛光會 辦那麼多活動 其實呢 都是以人為根本 那麼活動呢 其實 你把它認真思考 它也是用修行的模式 能夠解決我們當生的問題 所以我們佛光山佛光會辦 這麼多的活動 就是呢 要給我們一個練習的機會 那其實活動本身呢 也都是一個羞恥來的 所以在每個這個活動 或者法會當中 彼此之間呢 都有一種互相的感動 感染大家 所以每個活動 每個法會 彼此之間都是互相感動 感動到對方的 所以我們彼此之間呢 是互相成就 所以彼此之間 我們是互相成就的 那麼這個就是 人間佛教殊勝的地方 這個就是人間佛教殊勝的地方 那麼在宋朝呢 這個有一個 有一次當中呢 這個有兩個年輕人 這個為了一點小事 打架 那麼其中一個呢 把另外一個打死了 宋朝有兩個年輕人吵架 那吵一吵就打架了 其中一個就把另外一個人打死了 那麼這個年輕人就很慚愧 可是又不敢去這個投案 這個年輕人很慚愧 很懺悔 很悔痕 但是呢他又不敢自己去自首 懷著懺悔的心呢 就跑去出家當和尚 而他就是懷著這個懺悔的心 走去出家做和尚 那麼經過四十年的修辭 有所證悟 也當了一個一室的住辭 經過四十年時間的修辭 有所證悟 也都做了一個寺院的住辭 那麼有一天呢 就召集全山大宗說 今天呢 要聊一段公案 有一天他就召集了全山大眾 就宣布說今天要聊一段公案 那麼如果有人呢 今天有人把他打死呢 你們要好好的招待他 然後送他離開 如果今天有人來打死我呢 你們要好好的招呼他 然後送他離開 就在這個和尚呢 召集大眾做好之後呢 就一個阿兵哥當兵的 從大門進來了 當住辭剛剛 將這件事宣布完之後呢 就有一個當兵的 從門口進來 那個阿兵哥一看到這個住辭和尚 就很生氣 拿了弓箭要把他射死 這個士兵見到住辭和尚呢 大賢就很生氣 就舉起弓箭要射死 住辭 那麼和尚就說 我已經等你很久了 那麼今天呢就歡喜 這個 就了斷這一段公案吧 這個當兵的就很奇怪 我們是第一次見面 怎麼我會有嗔恨心呢 想把你殺了 這個士兵反而覺得很奇怪 今天我們第一次見面 為什麼我會生氣到一定要殺了你呢 和尚就跟他說 40年前 因為這個我們發生誤會 所以把你給殺了 今天呢就還你一命 而和尚就告訴他 40年前 我們因為有些誤會 我打死了你 所以今天我想把這條命還給你 那麼這個阿兵哥呢 雖然沒有文化 不認識字 當下呢能夠放下土刀 就說了一句話 那麼而這個士兵 雖然沒有讀書 不識字 但是呢他當下也都明白了 一個道理 那麼他就放下蒲刀了 而且還講了一句話 他說 我冤冤相報何時了 冤冤相報何時了 姐姐相逢其偶然 夾夾相逢喜偶然 不若與詩拒解釋 不若與詩句解釋 如今立地往西方 如今立地往西方 這個一念之間 這個沒有文化的阿兵哥 能夠放下土刀 那麼化解這一段因緣 就往西方去了 而在一念之間 這個不識字的士兵呢 他都能夠是放下土刀 所以就能夠往生西方了 那麼這個主持和尚呢 就會他剃度取了法號 然後將他土皮火化了 那麼主持和尚呢 就是幫他剃道 幫他起埋法名 然後就將他土皮火化 那麼和尚呢也做作畫了 往生 然後和尚也都是座化往生 那麼我們呢 如是因如是果 齊心動念呢 要非常地在意 如果不加注意的話呢 就有這些果報的獻情 所以如是因如是果 如果我們對於起心動念 都要非常之在意 如果不加以細心注意的話呢 就會有果報現前 那麼 憨山大師也說 這個念頭起時呢 莫妄動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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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念之間呢 有時候會決定我們的去向 謎跟故 天堂地獄呢 其實就在我們的一念之間 所以有時一念之間 也都會決定我們的去向 而天堂或者是地獄 也都是在我們的一念之間 那麼白玉經呢 有一個典故 白玉經也都有一個典故的 這個有一個戲團呢 經常去表演 有一個劇團 周時去其他地方表演 那麼 表演完之後呢 這個村莊呢 就跟他講 你要趕快翻過這座山 因為山裡面有鬼 有一次他在那個村裡表演完之後呢 村裡面的人就跟他們說 你們要快點越過這座山 因為座山裡面有鬼 那麼 可是他們趕路呢 還是來不及 只好住在這個山裡面 但是他們怎麼趕路都是趕不及 所以半夜就住在山裡面 這個 因為山上很冷 有一個人呢 太冷了 就躲在火旁邊在烤火 因為山裡面很冷的 有一個人呢 就是躲在營火旁邊 是來到取暖 但是還是太冷了 於是他拿了一件服裝 就披在身上 都還是覺得很冷 所以就拿一件戲服披在身上 不過呢 不小心拿到羅刹鬼的服裝 就穿在身上 但是呢 他一個不小心呢 拿到的套是羅刹鬼的 不久呢 一個同伴又起來 看到他 就嚇一驚 所以呢 他大叫一聲 鬼啊鬼啊 就跑了 所以他就馬上大叫一聲 有鬼啊 就跑了 其他同伴呢 聽到他大叫鬼 他嚇 全部人嚇的 跟著他一起跑 其他人 就被他的聲 有鬼啊 嚇醒了 又是很害怕了 跟著那個人就一路走了 那第一個 靠我的人 看到大家在跑 他也跟著後面在跑 前面跑著跑著呢 往後面一看 鬼又在追他們 前面走著那些呢 就回頭看著 就回頭看著 哇 鬼追著來啊 嚇得呢 跑得更快 一嚇倒了 就走得更快 所以整夜呢 一堆人就在那邊 前面跑後面追 所以呢 整晚呢 這堆人就在那裡追來追去 然後呢 咦 快天亮了一個人 這個勇敢一點 往後看 咦 你不是我們自己人嗎 到天就光那時候呢 有個人勇敢一點 就認真 轉頭 看清楚 咦 自己人來的喔 你怎麼扮鬼下午 你這樣 你怎麼扮鬼嚇我們啊 我也不知道 你們跑我就跟著後面一直追 對啦 那個人就說 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見你們走 我就跟著走咯 有時候呢 我們可能是第一個人 坐在那邊靠我的人 有時候呢 我們可能就是第一個 即是坐在那裡取戀的 自己呢 搞不清楚狀況 就跟著後面走這樣 自己都不清楚什麼狀況 就跟著人走的 有時候呢 我們是第二個人 看錯了 聽錯了 或者講錯了 誤導大家 跟著跑 有時候呢 我們可能就做了第二個人 看錯 聽錯 講錯 總之誤導了大家 亂走 所以呢 我們的謎跟悟呢 其實我們 如果六根 看錯了一些事情 就會誤導自己 也會誤導眾生 所以我們說迷無之間 有時候 六根出了錯誤 誤導了自己 也誤導了別人 所以對我們的起心動念 你要看清 這個世界的真相 所以 對於起心動念 我們都要看清楚 這個世界的真相 那麼 有一個叫 乃丹 逆丁 逆丘的筆丘呢 在一個私院裡面修行 然後他很聰明 這個 很聰明 他說跟師父說 我知識很好 學成了 要出去跟外面的人辯論 因為這個筆丘很聰明的 所以有一天就跟師父說 我呢 知識很夠的啦 我呢 現在要出去跟別人辯論 那師父就說 沒關係啦 繼續留下來修行 師父就說 沒有相關啦 你都是繼續留下修行啦 那麼好幾次都勸他的徒弟 好好地認真修行 不要去外面參選 他幾次都是勸了他的徒弟 要留在寺院好好修詞 不要那麼快出去外面參學 那麼就這樣好幾次呢 有一次要做大法會的時候 於是者過了幾次 有一次寺院裡面要做大法會了 那麼這個叫內丘的呢 肚子有點不舒服 怪怪的 那麼這個比丘呢 他就是覺得肚子不舒服 那麼他還是跟著大眾呢 到大殿裡面修行 但是他依然是跟著大眾 入到大殿修詞 那麼呢 助詞 他的師父呢 也在法會當中呢 拿著佛像 每一次每一次跟大眾呢 這個加持 而他的師父呢 就是拿著佛像 是一次又一次這樣呢 就給大家加持 那麼你走到這個 他的徒弟內丘的前面呢 一樣 這個走到他前面的時候 往他頭上加持 那麼去到他徒弟面前呢 一樣呢 就是拿著佛像 在他頭上加持 然後呢 在不注意之下呢 這個助詞呢 用腳呢 往他的肚子上踩下去 誰知一個不注意呢 助詞呢 就一腳就踩了 到佛像的肚子上 然後呢 他就 就放了一個想屁 不 那他被人 被師父踩到的肚子了 那呢 就立刻放了一個響屁 然後他當下呢 就很慚愧 很害羞 啊啊 這麼莊嚴的法會 那麼多人 很不好意思 那他當下就覺得很慚愧 好不好意思呢 因為這麼大 這麼莊嚴的法會 他居然做這些事 那麼他師父呢 就指著他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師父就直接指著他 就是這個了 就是這個了 啊 他的徒弟呢 當下就開悟了 悟道了 而他這個徒弟呢 當下就悟到開悟了 那麼他當下呢 沒有差別 你我的對待 因為當下沒有差別 你我的對待 所以呢 他這個徒弟呢 就不會再出去外面 跟人家辯論 他已經證悟了 本心本性 那所以這個徒弟從此 也都不掛念 要出去跟人家辯論 因為他已經證悟了 本心本性 那麼我們會覺得說 這個你有你有我 有對有錯 這個有大啦 有小啦 等等之類的 二元對立思想 或者說有大 有小 等等之類的 有小等等 這些都是二元對立的一種思想 當下呢 如果打破 這種二元對立的 這個觀念呢 你就能夠明白 你的心性 當下如果能夠 打破二元對立的這種觀念呢 那當下你就能夠 是 你的心性了 像這個 佛教裡面 有不惡法門 這就是不惡的思想 好像佛教我們講的 不義法門 就是一種不義的思想 當這個大眾在這邊 那 我們一些人呢 代表大眾 到這個臨前呢 這個上鄉 回鄉 好像大眾流響大殿 而有一部分人 就代表大眾 去到臨前上鄉回鄉 在思想上跟理上呢 雖然有差別的對待不同 在視像和理上 雖然有差別對待不同 那麼平等性中呢 有差別相 在平等性之中有差別相 我們都是平等的 我們都是平等的 所以有些人坐在這邊 有些人去這個臨前上鄉 所以有些人坐在這裏 有些人就去臨前上鄉 在差別相中呢 有平等性 其實在差別性上呢 又有平等心喔 那麼心佛眾生呢 在理上 我們都是平等 無二無別的 所以心佛眾生 在理上 我們都是平等的 所以這之間呢 也沒有大 也沒有小 從這個角度看呢 就是沒有所謂大或者小了 這個整個法會呢 需要集合大家的力量 來共同圓滿 因為一個法會是需要大家的力量 來到共同圓滿 那麼今天剛好是第十全的宴口 那麼也祝福 那麼不管是一次來 或者是這個全程都參加 那麼一次有一次的姻緣 十次呢也有十次的姻緣 今天是我們第十日的驗口圓滿 那麼祝福大家 無論是來一次還是來足十日全程的 一次有一次的姻緣功德 十次也都有十次的姻緣功德 我們將這個功德呢 普接軌向 沒有你我之間的差別對待 我們將所有的這些公德 普接軌向 就沒有差別對待了 那麼再次的祝福大家 阿彌陀佛 再次祝福大家 阿彌陀佛 不一定時間做說明喔 這個他師父就指了他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這個到底是什麼呢 這個比丘認為說 在大殿裡 這個很莊嚴 不可以做這個不好 不畏意的事情 所以呢 當面就讓他 對這個分別心呢 就破除了 那麼有一個人呢 問大水禪師 他說禪師啊 禪師啊 如果你遇見佛陀的時候 怎麼辦才好 那麼這個問的人 會覺得說 遇見佛陀呢 應該很歡喜 很開心 要頂你三拜 那麼這個大水禪師呢 就跟他說 那你遇見 雞鴨貓狗的時候 又如何 這人就回答不出來 在禪師的眼中呢 這個雞鴨貓狗的佛性呢 跟佛的中 佛的佛性呢 其實無二無別的 不要有這些分別 對待 那麼在禪宗的 這個祖師裡面呢 這個世祖道姓呢 去找這個牛頭髮龍 那麼牛頭髮龍住在山上 那麼跟這個虎豹豺狼呢 在一起 當這個世祖道姓禪師呢 到現場的時候 看到這個老虎啦 這個豹子的足跡呢 然後做個手勢說 哇 好像覺得很害怕 那麼這個牛頭髮龍說 就問說 禪師啊 你還有這個在喔 還有這個 那麼禪師就問他說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 這個牛頭髮龍就答不出來 那麼就帶進去房間裡面 準備要坐下來 那麼呢 這樣要坐的時候呢 這個禪師呢 就在這個椅子上呢 寫了一個佛字 那麼這個牛頭髮龍 看到這個佛字不敢坐 就很害怕 那禪師就問他 你還有這個在 這禪師就 應答不出來了 各位呢 可以去看看這個公案 那麼這個呢 其實就是我們的虛妄 虛妄分別心 你對所有總統的事情呢 有尊貴 有卑賤 那麼有黑白對錯 等等之類的差別 所以呢 虛妄的意識呢 會讓我們呢 無法這個 破除我們這些執著 你會執著 這個 有西方極樂世界 會執著 有這個業障 會執著呢 這個 有要做佛事 等等之類的 那麼其實 就心性上來說呢 成佛之後 你的佛性呢 也沒有增加 凡夫眾生呢 你的佛性呢 也沒有減少 所以呢 這個 成佛呢 無佛可成 修道呢 無道可修 這個是從理的境界來講 我們的心性 所以呢 我們要如此的 讓心胸躺開 面對所有的一切 那麼這個月 孝道月呢 這個不只厭口 還有明天的良黃 我們報這個 父母親的恩德 那麼父母親的恩德呢 這個總的來說呢 可以說有很多種 那麼第一種呢 就生養我們的父母 這個父親和母親 生養我們 照顧我們 讓我們長大 這個是我們要報的 父母親的恩德 第二種的父母呢 就是衣食父母 我們出了社會 這個有時候 老闆給我們一個工作 讓你這個 可以做工 有飯吃 那麼讓你吃得飽 這算是另外一種的衣食父母 那有一種再生父母 就在我們人生過程當中 有時候你事業啦 這個家庭啦 工作啦 等等之類 遇到挫折了 那麼貴人呢 即使的給你一句話 扶你一把 讓你覺得呢 生命 有重生的希望 可以說是再生的父母 那這三種父母呢 即使普及一切 所有的眾生 只要有緣無緣 那麼必定呢 跟我們有所關係 所以我們要報這些 父母親的恩德 那麼第四種父母就是 這個大地之母 我們這個 所有的眾生呢 吃得用的東西呢 都是從地底裡面 挖出來 所以吃得用的呢 都從地裡面挖出來 乃至空氣 大海 這些能夠讓我們的色身 能夠滋養長大 這種無情的父母呢 也算是一種對我們的恩德 所以我們要愛護地球 那麼第五種就是 因緣的父母 這個世界上呢 這個有因必有緣 都是因緣合合而成 佛陀呢 也是悟到緣起法 所以我們要感謝 所有的因緣 那麼最後一個呢 這個我們知道 這個釋迦摩尼佛的 這個爸爸是晉飯王 媽媽呢是摩耶夫人 這個是希拉多太子 但是呢 這個釋迦摩尼佛成道呢 是悟了這個緣起法 玻雷空性 在金剛經裡面有講 這個三世一切諸佛呢 都從此經出 這個佛呢是從經典 就是玻雷的經典裡面生出來的 所以呢 這個玻雷呢 是我們的法生會命之母 所以我們要感謝三寶 留下這麼寶貴的經典 讓我們能夠聖悟 那麼以上這幾種的父母呢 我們趁著孝道樂呢 做這些功德佛事 迴向這些有緣無緣的父母 過往的父母 能夠祝福他們 這個得身淨土 也祝福大家 福慧珍賞 阿彌陀佛